中共前領導人江澤民十一月三十號 在上海病逝 享其瘦九十六歲 中國官媒新華社以港澳臺各界 成統悼念江澤民同志為題 發布了一則新聞 文章最後寫著江澤民同志事事後 臺灣各界人士表示哀悼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新北市市長侯友宜 新黨前主席郁慕明 臺灣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高玉仁 等以不同形式 對江澤民先生逝世表達哀悼 畢竟代表一個世紀的結束 那國民黨的立場永遠都是希望 兩岸能夠和平 更和平 十二月一號侯友宜被問到江澤民 逝世有什麼看法 侯友宜當時這樣說 家屬節哀多多保重 短短兩句話也登上了新華社的哀悼名單 他們也在吃我們豆腐 那也在吃國民黨的豆腐 他只是一個很簡單的 在接受訪問的過程當中 對對方進行調異的話 那同樣的我們陸委會 也正式的發布聲明 但新華社不提陸委會 總統府發言人當時也表示 希望家屬節哀珍重也沒被列入 國民黨內可能進逐二零二四 總統大位的朱立倫和侯友宜卻都在列 過去對兩岸爭議議題小心翼翼這一回九合一選舉結果國民黨表現亮眼 其中侯友宜還大贏對手超過四千萬元 但是總統大位的朱立倫和侯友宜卻都在列 四十五萬票 這回被中國列入悼念名單 侯友宜似乎也難拒絕 學者分析這也凸顯中國對於二零二四國民黨內要提的總統人選 不選編戰 華社新聞城市長 張正傑 台北報導